事節就累了他,所以要判重一點給你看 是否有這樣的說法 我想的就是這樣 其實那個記者就問我 其實這麼多外國事節有沒有幫得到劉曉波 所以我那時候… 就是害了他的意思 他說會不會幫到他 其實不是幫到我 我真的問會不會幫了他 其實要判得更重 所以我的答案就是 其實我覺得十一年都是太重了 一般不會判得那麼重 所以那時候那個… 一路推下去就是 其實有時候會有反作用 或者在這一點上 我想我都可以… 我自己真的純粹是一個經驗去說 因為我也遇過一些個案 就是他不是政治上的 是近年的 一年前 簡直是我自己很熟悉的朋友 他… 我也是很多專業人士 外國全部發起了簽名 即是交封信 那時候沒有做到那麼高調 但是結果 是比我們想像中 是重了很多 重了很多 重了很多 我自己都幾乎想去支持他 因為他是一個很尊敬的專業人士 又不是法官 我們都覺得那個案是判得不對 但在我的經驗裡 就是當你可能串連了所謂 他認為是串連了外國 這個個案我真的不敢說 是否真的會因為這樣加創 我覺得劉虎波事件 不能夠將責任推到外國 當然外國關注 是會引起一些客觀作用 這個我不否定 我不是推在他那裡 我只不過是… 我只不過是… 因為為甚麼呢 因為有沒有外國的因素 在這裏呢 中國也會判得重 我… 再看回王企 你看回另一個 即是較早的時候判 一樣判十年 十年也不輕 連續兩個 所以大家看看 我覺得是沒有辦法 只可以讓香港人接受 其實你會看到 所以一直在香港這個 民主化的過程中 最少有自由 其實很早期已經有人說 我們只是說香港 內地是沒有的 這個呢 其實… 說真的 就算在國內的法律圈 其實也有人爭取很久 譬如孫志剛 怎樣在憲法上加人權保障 你問我們是否痛不痛心 現在修改了 你聽我說 我覺得十一年 我自己覺得是很痛心 你說是否應該不判呢 我覺得 其實如果不是中國 我想其他地方 很多都不會 根本不會就這些行為去判 這是客觀的 所以我自己都傾向看 這是一個很高度 有一個政治的環境下要判 而他為何會這樣判 我覺得是有兩件事 第一 就是他覺得真的威脅到最核心的 有機會威脅到最核心的政權 這件事可能以前的… 所以這個觀念就是錯誤 所以這個就去到… 有這樣的想法 對 他真的不是去到這樣 我覺得是他感覺到… 他感覺到 但他這個是關在門裏的自我感覺 所以錯誤了 他已經是去到… 但是… 舒心…